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活生生的好兄弟哄刀子呀 影片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 同时也接近了高潮 谢谢 当哈利来找凯依想和他一起庆祝谋杀老婆成功的时候 凯依却对哈利和盘托出 自己不想做那种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人 一心一意想要比翼双飞的哈利怎么受得了 但到最后还是含恨离开 好戏连台 在他觉得自己马上要解脱的时候 一转身回来 看见的却是自己的好兄弟和自己的情妇搞在一起 全世界最悲催的就是这件事情了 绝望之中的哈利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失去了一切 的确他失去了内心挚爱 失去了好朋友 失去了自己的结发妻子 他确实在一晚上就失去了所有 为了减小损失 哈利赶紧开着车回家 希望能在妻子吃药之前挽救他什么 当哈利回到家看到躺在床上的妻子时 他已经崩溃 可依然没有忘记调换药瓶 他以为妻子已经死了 没想到妻子却张口叫他 吓得半死的哈利 这时正好看见和妻子偷情的男人 偷偷摸摸地从楼下离开 那一瞬间哈利明白了一切 妻子佩蒂也知道事情败露 没有打骂 没有争吵 两人仿佛都心照不宣的平静 用一切都不知道的心态来开始新的生活 因为他们知道谁都离不开谁 两人都深爱着对方 一切归于平静 哈利和佩蒂过着平静的生活 理查德和凯伊也走到一起 哈利和理查德又恢复了好朋友关系 理查德知道这夫妻俩各自的秘密 大家都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这就是生活 经不起大风大浪 只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会起一些小波澜 但这些波澜终究会褪去 平静无聊才是生活的真谛 电影以哈利夫妇俩收拾聚会后的家谢幕 这也告诉了大家 多少在婚姻中耐不住寂寞的夫妻 不管你想要什么自己 生活最终的归宿 还是平淡真实 关注成余电影 一起来看你想看的电影 听你不想听的故事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解说到这里了 需要改建的地方 还请各位大神在评论处 高抬贵手指点一下迷津 因为新手上路真的很需要宝宝们的鼎力相助 感谢大家